好 歡迎來到這個第十九次飛彈試射黑客松 其實這是第二次來 因為第一次是零開始的 那如果這個主題聽起來很奇怪的話呢 就是第一次來的話 黑客松有一個規則就是說 他的名字是用台灣戰後的歷史重大事件 然後反正就看有趣的排序 剛好這次就是飛彈試射 就是1996年選舉之前 那這個主題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們今天沒有大家要做一個火箭發射 就是大家放心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是一個名字而已 那非常感謝剛剛宇昌的新手小學 那希望大家都已經順利了宇昌網路 跟可以到這個舊松網 可以看今天正在發生的各種事情 包括等一下提案的列表 好 剛才在報到的時候 如果已經有報到的話記得到外面報到 那報到的桌子旁邊呢 會有這個所謂的技能貼紙 技能貼紙是一個讓大家知道 你是什麼背景什麼領域 有什麼特殊技能的人 譬如說會飛天啊之類的 那專案如果有需要這樣子的人 很快就可以一眼看到你就會去 approach你 就說欸可不可以來幫幫我們做什麼東西 那另外兩個重要的貼紙 是新手跟這個大師的貼紙 叫他是拿所有人 Dodge 新手 新手 كل 新手 我們今天也有很像的新手 好 那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們第一次來 可能會搞不清楚大家在看什麼 然後可能會露出一點睪然的表情 像這個迷花鹿一樣 那這個時候這個 Ortfully 就會有大師 就是這個黑熊的樣子 就是去協助你的 那我們今天有了自願貸任大師的嗎 可以站起來一下嗎 好 那邊也有 好 那大使會做什麼事情呢 如果你就是稍微有來過的話 也可以考慮就是看到很茫然的人呢 就去跟他聊聊天 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問問看他有沒有需要幫忙 那如果他沒有名牌的話呢 可以引導到這個報道會台去 有名牌可以上面貼上這個計程貼紙 這樣大家會比較容易認識 好 那再來呢就是 如果有非常非常害羞的人的話呢 就把他帶到吃的東西旁邊 因為邊吃的時候比較容易聊天 所以這非常重要 好 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 有人看起來很茫然不知道在幹嘛的話 就可以跟他聊聊天 然後說 欸 其實剛剛已經到你某個專案 你可能會有興趣啊 之類的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有二十 我記得一個多 二十幾個提案 好 那提案 就是距離面黑客中大概半三年多嘛 好 那提案其實有非常非常 每次都大概有十幾二十個提案 那你會發現有些提案 他很快就做出一些成果 那有些提案可能就是浪了很久 其實可能最後沒有人把它完成 這都有可能 但是有一些逆訣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什麼樣的提案 會最後產出一些成果 通常是提案的人他意志堅定 他就是 我就是要做這個 然後他的成果希望是開放 希望大家參與的 那這種比較能成功 那再來就是開啟這個提案的時候 也許你做一點研究 然後你有很明確的訴求 你就是要解決某個問題 然後我已經稍微做一點 我怎麼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所以 虛擬定是一個開放的社區 他不是一個有資訊外包單位 或者是一個 呃 就是 你看怎麼說 就是一個呢 就是外包廠商 並不是啦 所以 比較不適合的方式就是說 欸你們可不可以做XXX 因為我們不是你們 有沒有人要XXX 嗯 這個不大會問 最好的做法是說 欸我就是要做XXX了 那我已經想好了 大概就怎麼做 有沒有人要一起來做 你沒有人我就自己做 反正我就是要做 OK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說 在開放社群裡面 引起大家希望奉獻的一些 一些秘訣就是這邊 好 那 今天的活動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友善的空間 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來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下面 黑客松的 與會守則這邊 那基本上我們希望這個 討論是不要有攻擊性的 然後不要因為 人的各種 外在的因素 或者是 種種人的特質去做 比較歧視性的攻擊 好 今天的進行方式 早上會是三分鐘的提案時間 那我們會很快的 多數今天所有的提案 那再來呢 我們會讓每一個人 用三個關鍵字 介紹自己 那所以 大概就知道說 欸今天有什麼樣的人來 大概有什麼樣的人 有什麼樣的一點情緒 那下午的時候呢 有四個 短講 一個短講是八分鐘 下午兩點 那目前已經 爆滿了 會是從兩點三十分開始 那所以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可以到這個提案表上面看 下午的這個登記的短講 那有興趣就回到這一間啦 會在這邊進行 那傍晚的時候呢 會成果發表 那同樣也是在同一個 spreadsheet上面會登記 你想要發表今天做的一些祝福的成果 好 那每一個團隊會五分鐘的時間 好 那黑客中最重要的東西其實就是 吃東西的聊天跟做事情 好 那剛剛也請你提到就是 會議室禁止飲食 所有的會議室 我們今天有使用三個空間 這一間 那一間 還有 往大門出去桌轉 還有一間 好 這三間會議室都可以使用 但是禁止飲食 那如果要喝東西的話 也請你使用 有蓋子的杯子 好 那外面這個交易區 其實也有一些桌子 好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 找一些地方坐下來 在那邊也可以使用 吃的東西 好 那 Visa才會有出現 但是很重要 會議室禁止飲食 所以要再說一次 那更重要的是呢 請協助垃圾分類 我們在這邊會把各種垃圾分成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請大家 用完餐點的時候呢 就是垃圾分類 然後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GNB的這個大黑客松 其實是由一個揪鬆團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小組來運作的 好 那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只有辦大黑客松 好 那今年開始我們希望做一些更多基礎建設的事情 包括說怎麼樣讓人找事 事找人更容易 然後怎麼樣讓社群持續的活絡下去 好 那所以我們今年 在GNB Summit之後呢 有 在 跟OCM 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有 一起拿到一筆 捲款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 比較長期的 有一個人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所以 這是到底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 GNB大概是 松坑人的組合 好 那你看起來很理想 就是這樣松坑人 然後就沒有產出東西來 那實際上呢 他其實是一個 每次都常常要有黑客松 那黑客松才會開坑 然後人才會聚集過來 好 所以這個需要一個持續的動力下去 好 那基本上大的黑客松就是 今天各位來的這個大黑客松 就是兩個月會一次 會持續讓這個東西一直 運作下去 一直開始 欸 好像有添加柴火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是希望說 這個松坑人之間可以更緊密 那這個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包括 各位有興趣的主題自己辦黑客松 好 然後甚至說我們有些基礎建設 有些工具 讓你更快的找到可以做的事情 那總 總之呢 那就是希望松坑人變成一個麻花捲 對 黑客松就是這樣吃的 好 總之呢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TTCAT 他是這個開放文化基金會 新聘任的這個副執行長 那他會用他一些時間來協助G01 G01 就是G01基礎建設的一些事情 好 耶 所以重點呢就是 耶 重點呢就是在這個OCF的這個 捐款頁面上 你可以用定期定額600元 就是 任養大黑客松跟OCF 好 所以歡迎支持 那 揪松坑他會是一個開放的工作群組 就是我們會 雖然我們做一些 比如說基礎建設的事情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討論 所以他的Trail 他的 這個Slack 都是公開的 如果對基礎建設 跟舉辦大衆 這樣子的 一些基礎的事情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與 好 那 Hack.G01的TW 就是大家今天的這個入口 求送網 上面也有訂閱電子報的這個功能 這個是這次新家的 那電子報會在每一次 黑客松快要開始 賣票的時候呢 其實沒有賣票 就是開放登記票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 好 所以就 如果你訂閱的話就不會有那種 啊我沒有注意到要放棉 這是很多人 對不對 好 那 OK 總之這個 每月定期定額600元 是跟這個開源300壯師 那開放的話 那開放的話基金會 等於是台灣各個開源社群 一起 成立的一個基金會 那目前有個開源300壯師的一個 近期定額的捐款 那600其實是 跟這個一起的 好 所以那參加這個有多多好 多種好處 因為上次 有一個考山豬活動嘛 那如果你是300壯師的話 那就可以有些折扣之類的 那可能不近期會有這種奇怪的活動 好 剛才這個是捐款給 G01大宋跟開放的話基金會一起 那如果你只想捐款給 G01大黑客送的話 你可以到那邊去取用咖啡 然後在旁邊的捐款 然後投一些錢 好 那這個會是用匿名捐款的方式 就是也是會進入這個開放話基金會的長度 好 所以我大概就講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會是這個 專案的登記上面 大家來Present 好 那所以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離開的時候 請大家可以回收精神 就放在這個分口這邊 好 那所以希望大家今天 Happy Hacking 謝謝